今天介绍一部老电影《出土骑兵》 过世讲座了《葱花秋月》是两个妖精 葱花是蝙蝠精 为了练混元魔法 经常让美艳动人的妹妹秋月 去给自己找壮男 当然苍蝇不拎无缝的蛋 凡是吃亏丧当的人都是好舍之徒 尤其是穷穿苏生 其他行业的人都齐全了 唯独缺少公差 面对姐姐的残暴 妹妹秋月不想再做伤天害理之事 但是不听话就挨打 小强和旺台市官府里的捕快 便依警察 这次在街上抓一个狂贼 当然主要是旺台的演技好 假刀砍在胳膊上 蒙骗了狂贼 这天晚上有盗墓贼来挖坟 其实小强和旺台早就蹲守在这里 盗墓贼晕晕乎乎 还以为坟墓会动 当看清是小强的面孔为时已晚 他已经被小强夹住 旺台慌忙拿绳子把盗墓贼捆住 小强忽然听到有女人喊救命 拿火把走过来查看 原来是一个女人被吊在树上 小强去解开绳子 结果他也被吊了起来 俩人交谈在一起 秋月感到小强很善良 不忍心伤害他 就给了他一枚玉佩流落纪念 自己转身要走 结果碰见了旺台 旺台拿着盗墓贼挖来的金银财宝 一看见秋月这么漂亮 马上让小强拿着钱押盗墓贼回去 旺台决定要送秋月回家 然而动手动脚 满度快心事 秋月准备教训教训旺台 所以设置头上一把刀 旺台还以为自己今天撞大运了 却不知道死亡来临 特别是跳进水池里 发现秋月不在 又赶忙出去 等一回头才发现冲花露着大牙 这才知道自己撞邪了 慌忙躲避 这段画面还是很搞笑的 就在旺台屁股被咬了一口 此时突然有人喊天亮了 因为到时闯了进来 这才救了旺台的命 当天晚上雷处大师在破庙贴满灵符 告诉二人 冲花是千年蝙蝠精 钻吸壮男精血 而仙秦和圣剑是消灭妖精的法宝 不过雷处大师不懂仙秦的音符 忽然阴风吹起 冲花打开庙门 闯了进来 跟雷处大师也不用太多废话 直接打了起来 冲花用妖法要伤害雷处大师 不过雷处大师的法力也很高强 用法力重伤老妖 最后蝙蝠精险踪逃生 雷处大师对小强旺台说 老妖一旦复原 就会来找他们俩人 二人慌忙跪下 求大师救命 雷处大师给了二人两粒血猪 只要寒住就能长生不老 其料二人把血猪给吞了下去 雷处大师慌忙说道 吞下去的话要冰冲五百年 五百年后才能复活 然而肆已自此 雷处只好把仙秦和圣剑交给二人 二人瞬间被冻住了 时间一晃五百年过去 小强望在二人 被当中火勇斩了 不过即将苏醒 当天晚上火勇就被神偷王美丽偷到家中 二人当即复活 看着视图环境非常陌生 吃日王美丽一觉醒来 发现两个火勇把自己的猫吃了 被两个人绑在床上审问 王美丽以为二人是现代的便衣警察 实际上二人是古代的普派 双方一番稀里糊涂的沟通 方才给王美丽一定金元宝 让他帮忙抓蝙蝠精 吃日王美丽领着二人逛大街 不伦不利的衣服引得路人围观 为了不惹人注目 王美丽把二人打扮一番 俩人这台像现代人 晚上三个人腿都跑断了 还是没有发现妖精的踪迹 小强忽然想起雷处大师说过 妖精要杀害公差 才能修炼魔法 此时他们背后有警察走过 忽然对讲机里传来声音 各单位请注意 在贪婚大厦有警察遇害 全身没血 死状特别 方才小强一听 非常像蝙蝠精干的 三人慌忙去医院查看 果然是老妖精杀死的 从医院出来 小强从一张海报上 看到了秋月的照片 让王美丽带他们去找秋月 因为是警方举办的泳装秀 王美丽让他们二人进去 自己在家等 二人混进那场 小强穿上老虎的服装 遇见了秋月 小强吐了相识之情 又说蝙蝠精开始害人了 希望秋月可以帮忙 一会儿小强和旺财上场了 二人都看见了台下的蝙蝠精葱花 关键是葱花也看见他们俩人了 葱花慌忙开车溜了 二人在路边抢了自行车 一路追赶 由于很累 二人巴着一辆大货车 葱花在前面故意领路 到了路上后 葱花急转弯 大货车也急转弯 小强和旺财被甩了出去 这段画面非常搞笑 红山坡浑落了下来 不过二人的毅力很坚强 追着葱花来到一处地下道 就在葱花死出妖法 想要杀害二人时 隧道口忽然来了一群抓老虎的乡民 葱花慌忙变回原貌 然后对村民说二人想非礼他 把衣服湿得春光外泄 乡民对二人一阵狂咒 小强机灵把葱花拉了进去 二人趁机逃跑了 此时来了一辆轿车 要救二人离开这里 救他们的人给二人端了一盘包子 又让王美丽把二人的情和剑送到家里来 小强和旺财看到雷厨大师的画像 才知道此人是雷厨大师的后代 他叫雷将坤 雷家世代都立志要消灭蝙蝠精 这天晚上秋月把小强约了出来 他把消灭蝙蝠精的特音音谱交给小强 雷将坤看着琴谱拨弄琴弦 此时音风袭来 雷将坤还以为自己弹奏得很厉害 王美丽站起来去关窗 这么大的蝙蝠精结果直接吓晕了 当雷将坤三人看见蝙蝠精时 三人慌忙关注门 蝙蝠精使用妖法撒了进来 就在此时雷将坤弹起仙情 琴声响起蝙蝠精历时痛苦欲生 雷将坤越来越兴奋 直接把仙情拍断了 而蝙蝠精也倒了下去 小强和旺财爬到蝙蝠精跟前 以为他真的死了 结果蝙蝠精又活了过来 狂风呼嚎 此时窗外大雨瓢泊 雷将坤上坊准备通过天线 把雷电引了过来 就在蝙蝠精要杀害小强旺财时 秋月突然出现阻挡 此时雷电已经引到了铁窗上 秋月向小强说 自己不是坏人 然后用尽全身力气 抱着蝙蝠精冲向铁窗 一声巨响蝠精和秋月爆炸了 虽然消灭了蝙蝠精 小强却错失了爱人 一幕奇幻老电影 谢谢关注